現在是做這個Internet with Text-up for Modules Module是一個好用的東西來的 其實問題是你寫HTML 你很重複複複的 其實進化了一些人寫什麼是PHP PHP就是寫一些功能 就是Create Table 類似這些層次的Code 對於Infra來說已經進化了很多 對於Infra來說 不過你寫開Code就覺得不夠powerful 你寫開Code就會問你有沒有O.O.O.P 沒有的 層次就像原始版的PHP 好 我們來玩Module 先開Counsel 簡單來說 就是寫Function 你平常寫Program 有Function 有Descript 抽到Function 有Function 有些東西就更整齊 因為你 採取了一些不必要的細節 你不用看出什麼 就像黑盒一樣 還有一坨一坨 重重複複的東西 可以重用 可以重用 更好 更好 然後就提供一個Consistency 即是一個對 就不一定適合 你不會做一下 有時對 有時錯 然後Version 1和Version 2 就這樣做 這樣就這樣了 其實現在這裡 大致是這樣 我們開了一個LAP 開了一個Counsel 就可以了 那些Map 我們不用試 是這樣玩的 其實Texable Module 你自己起就可以了 其實它很方便 很簡單 因為它有一個Folder 然後有一個邏輯 中間Main 就是一個功能 入些什麼就是variable 外出些什麼就是boot 只要你放一個Folder 然後放一些幾個檔案 就可以了 其實你放一把對 就可以了 其實它掃除完之後 就找了一些resource 但是正路 你一個Module 就這樣 就可以了 有最基本的Configuration 很簡單 因為它真的 Texable Module 其實它給一些 不是Pogema 的人寫Pogema 現在要 目標是這樣 所以其實它不太難寫 你一看 你認識Pogema 能力好的話 如果我們很好的話 你就會嫌棄究極 其實有Local Module 可以做Remote Module 你可以把連結 可以上去取 然後 其實Module Backpack 你會知道 其實Pack了一堆東西 可以在Register上下載 Local 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Module 然後可以放給別人 用 其實Texable Registry 有很多的Module 例如這個位置 可以Copy Link Address 就是說 試試下看到Google Cloud Network的項目 其實很多人都設了很多項目 低級項目的話有很多項目要填 基本上有些項目可以提升 最佳實踐的項目就能夾入在項目 用這個項目的項目就會方便適合 這項目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開了counsel後,我們先把內容修理一下 先把內容修理一下 有一個項目的項目 先把這個項目貼下來 下面一個殼 然後再上文字 這裡的位置 我們也是照舊的,用一個範疇 開啟寫入新的文件 我們選擇看一下 我們想看這個,這個就是Open Folder 其實它全部都在這個地方玩的,所以在這個地方做都OK 其實沒所謂,你喜歡第一層做的,只要你開File,開Folder就可以了 開Folder開著它,可以看File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看Example Sample Project Example Sample Project 這個名字,你可以看到有整個 就是用Google Provider 然後有No Resources Provider No Resources是用Command 即是用Command版模擬一個resource 就是用Command握住它的resource 這裡有Test Module 這個module就是用Google 可以嗎?用Google的source 在Google的network的module 那它放下來,其實你就看這個文獻 你看這個文獻 其實通常有什麼東西要做 你看下面有With Me、有Document 那你就會看這些 其實你會發現填少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module就放進去 然後你填部分東西,它就幫你搞定其他的setting 然後你會看到它更清晰一點 那這裡就用了Google的network module 去建立 其實就給你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這樣搞 因為裡面它包起了很多東西 你就不會理會了 這個其實算是revole module 應該不是local module 那這些module有Version 然後其實它進去什麼 你就給它一下 那你review完之後 你會看到其實它最主要進去什麼 就是 進去Network ID 進去Network ID 進去Project 這個你不讓它的Provide 就不能進去 其實這個你就會在Variable 這裡 進去的 你可以進去的 但是通常不會進去 因為其實你叫它 待會你會用這個Sample Project 這個又是一個module 或者是Module裡面可以做一群 這樣才是Powerful 你會用它 待會你會用它 應該就是 你用它的邏輯就是 你的Input Variable 你要Provide給它 就是剛才我開過 Wariable就是進去什麼 因為你寫Function 就一定有必入的Parameter 其實就是Mandate 其實如果是Optional 你就可以再補 然後Optional 就給它一個Default Value 你不進去就當Default 就是COIN 就是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Output 用Metalform Version Output就是 其實行的module 要給你什麼 會給你一個 什麼Selling ID 指望名 指望IP 範圍 是哪個Vision 一些 common 別人要用的東西 你就會給別人用 但是不必要知道的東西 就收起來了 好了 我們就想拿回Project ID 想拿回Project ID 其實要拿回Project ID 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你用Command 9 拿Project ID 就貼一貼 靠Connected List 授權 授權 第一次碰到它 授權 它就抽回Project ID 出來給我們 一樣 沒什麼分別 那我們其實就 我們用Editor 真的EditVariable 那它就用Project ID 吸收了它 那它可以直接用嗎 可以嗎 直接用 那它吸收 剛剛有吸收 吸收了 那公仔出來了 那我們開回Project ID 以一個預設值的方法 輸入 就是 太通常用了 你可以用Tetachat Form 可以進入Meter 因為Tetachat Form 可以進入Meter 可以進入Meter 那它很明顯 它就認不到了 對不對 它認不到了 即是 如果你認到 我倒琴片應該會出的 全部都出不了 那我先貼回Project ID 不要再打就算了 D E F A U L T 等於Project ID 那我不打算要Code 可以嗎 它會安全一點 因為其實有時候Code 但是不Code 但是Code 我們先把Project ID 先搞定 Project ID 別入 那Network呢 就是Example Network 我們就用這個Module 我們用一些預設值 這樣就歪了 那不要理會它 因為待會可以Tachat Form Format 那接著Output 剛才都開過來看 因為你建立了Network 之後你想有些Output 那些很基本的 你想知道的東西 它就放回你 那這個醜醜化了 我們先進入一個Sample Project的Folder 先進入一個Sample Project的Folder 先進入P List一下它 剛才有幾個File 但通常不會敢打的 OK 你記住你通常不會敢打的 但你做事千萬不要敢打 你的Wariable就在這裡 哇 很敏感 而且重複使用 那你會怎樣做呢 那你會怎樣做呢 Cachat Form 你就Google 那其實有一個WAR File 你通常會用一個WAR的File 來玩的 然後你Git Ignore OK 你Git Ignore 那你通常會有一個Wariable File 其實就是很傳統的 那些 很傳統的那些 KeyVariable Pair 你現在按下來了 剛才說的可以直接進入 Command 又直接進入Wariable 又或者你敢打Default 是另一個玩法 這些就打死它 然後還有 其實我們通常會有一個Wariable File 這個Wariable File 那你就會在這個路徑上 這個形狀的Wariable File 其實可以再 這個 這個形狀的Wari OK 你也會調整一個Tawar Tawar Extension 的Wariable File 那你就放進去 你的Wariable File 然後Git Ignore 那你就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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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那些是Source Code 那些是Configuration 那些Wariable 那些都只是Source Code 那些是Source Code Source Code 就是為了結合 在結合 但是接合不應該要有Data 是貼著PROGEN的Data 這些的路阻不正確 所以 但做LAP歸做LAP 你知道一下 不會這樣做的 Tetraform Ext souvenir 然後到這裡, 看完整齊 這次就... Enit, 因為你要取Provider, 要先取Provider 這次還要取行Module 你看到Output也要取行Module 在之前你做的最後只是取Google的Provider 你還會取行NOW的Provider 但你會看到它接到新的模式 因為我們用TestVVC 模式 就輸入了GOOGLE CARD的資料 它會逐一輛輸入 最重要就是在Gradure下輸入 然後就用 然後你需要的BINER 要去execute 最主要用GOOGLE CARD來輸入行execute 然後如果你這樣PAN之後 ELETE之後就可以APLINE 然後是YES 它會幫我建立一個Network 但這個Network是一份Module 其實它就會有Output 你給它一點時間 也很快 其實你看到有些Naming 都幫我搞定 如果你看到就是Naming 我們有些PFIX VPC就是0123 然後哪個Private 因為其實你建立Network 這些我們不是玩得很仔細 但如果你正如Format 你要製作一個Project 你永遠就要分一些公用網 或私人網 或是Private網 它會幫你搞定 即是幫你計算數 那時候方便很多 其實可以的 其實沒有特別的 你Init就會拿下來 Gap就會拿下來 那你玩完就Destroy OK 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Module你製作到 其實它都是在裡面 都是搜尋的 看曲都是搜尋的 接著有YES 讓我們清醒Name 那就... 等一等 因為橙的要少許時間 接著我們會搜尋自己的Module 我們要搜尋自己的Module 那搜尋自己的Module 其實就 剛才也解釋過 其實是很容易做的 因為你只需要 有一個Module的Structure 就是你的Folder 在開播你製作了這麼多file 然後填上一些餡料 就是 沒有什麼難度的 因為 Tetraform真的出現 很容易寫 為何要普遍 原因就是很容易寫 即是極受... 即是Poggram 你需要一個工具 你不是Poggram 就很容易學 上至下 其實都... 都... 都...都... 所以是一個... 檢查一下Poggram 所以它沒問題 嗯... 好啦 我們就製造一個Module 我們現在做一個Module 給自己 你永遠就放一個License 放一個Vidme 放一個Main 放一個Main 有些餡料 有些什麼資源 有些什麼要進給我 有些什麼要給你 這樣就算了 跟著裡面Stage 其實跟著頂部 它不在裡面的 應該跟著頂部 那就... 好啦 我們就製造自己的Module 這個Mkdr 是Path 可以嗎 我們就回到Tilder 即是我們頭版 然後就製造一個Main 然後呢 就製造一個Path 有一個叫Module 的Folder 再製造一個Folder 實的Folder 就是一個GCS 的Static Website 一個很入力的東西 就是製造一個 Static Website 的Module 那我們現在呢 就貼回去先吧 貼回去先吧 那我們就製造一個Folder 這樣就製造一個Folder 就製造一個Main Module 剛剛是Github的功能 沒有影響 放在這裡 你不會死的 那接著呢 就... 一次過進去製造一個Folder 製造一個Folder 就是Web site Web site Web site 如果是個Main 就製造一個Web site 如果是喜歡什麼名字 其實它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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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名字 它是Convention 它是軟件角度 它不理會 它的軟件角度 然後呢 想要一個Web site OK 想要一個Web site 那我們呢 就去到我們的Editor 接著呢 在那個 Module 就 要一個Web site 它又不幫我們 很搞笑 它又不幫我們touch 那個Web site 真的不太明白 只要touch到上面的Folder 做三個Folder 就不做Web site 那就算了 在跟它吧 Copy 在這個Folder 可以嗎 在這個Folder 在這個Folder上 不是 它不是這樣 在這個Folder上 在這個Folder上 不敢來做 那就 先給它一個 餡料 先給它餡料 先給它餡料 Ctrl-S 就叫你Folder名 它完全不懂得 跟這個Folder做 那我們就 另一層 Folder名 對 是 想給它 吸錯字 好了 那便完整了 做Web site 跟著 有個License 你要做License License License 就是做這些東西 其實它都不會的 不是Undual Hs.S.S.M.A. Save 吧 New FILE New FILE CUP了LICEN TEST Save 他又聰明了,他就知道我在這裏 剛才又在這裏 不是,因為我正在關掉FILE 所以他就知道我在哪裏 不要管了,不要問只要玩 這些很小事 你也不會這樣做 你必須要用更強的Data做 現在的結構就是這樣 有個Main 有個Main 然後有個Module GCS ETHETIC WEBSITE 有1,2,3,4,5個FILE 那就來了 搞定這個 Website 這裏是這個 貼上去 沒有特別的東西,開個Bucket 好,開個Bucket 然後把設定都關掉 然後可以下邏輯的 可以下邏輯的 其實Tetra法很任隨的 你可以LOOP 如果你有幾個Policy input給我 我逐個LOOP LOOP之後我寫下去 這裏就做個Retention policy 接著加不加密 又是一個Dynamic的位置 就是LOOP 就是LOOP LOOP 如果你有生命周期的規矩 即是LOOP 如果你有生命周期的規矩 即是LOOP 如果你有生命周期的規矩 即是LOOP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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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像PHP 即是LOOP LOOP 但它的格式又好些 FHB有機會有開舞山 很害怕的 開山 踢亂 但它有什麼困著你 其實是OK的 那是正常的 不過也是那句 如果你寫開Program 你就會覺得很痛苦 即是文書 當然要學到它的方法 而且是要強勁來的 感覺就是 因為它是 on top of Json 我也是說一句 你在Json的進化版上 再陷入Programming logic 的construct 你看慣了都可以接受 不過有些事情真的要做 可能很難做 你會發現 它不是很強勁的Programming logic 很難做 你都會放在script 放在script 其實是用來搞的 所以有了開波 有很多層 我們現在這裡 弄了邏輯 你有興趣看就知道 這些是一些 讀文 然後就有一個RAR 這個RAR就是 這裡有很多RAR 要給名字 你會看到有很多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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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有些預設值 因為你不需要全部進入 即是有些東西你不進入 就行Default 即是行Default 名字不可以 名字不可以 ProjectID不可以 地方不說 不可以 這些可以不說 不說你Default 看到有很多Default 你不說就沒有 不說就沒有 但如果進入的話 你會看到有Type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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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的 因為這裡也有些 譬如說 有些Straught 的位置 其實我們很擔心 就是Typing問題 做事就很害怕 很害怕錯 就是 如果這樣幫你Fix 其實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看到就這樣 這裡有格式 Any 就已經搞不定了 Any 因為其實你就用Document 方法去做 有些少許Typing 可以幫到你 但去到複雜一點 就是Any Any 材料都可以選擇 好 接著 Output 即是有入 就有出 那 Output Output 就給我 Output 給我 因為其實你要 要 什麼都不要 然後想用 Main 就想用 用就很簡單 你給回路徑 就可以了 那這些呢 如果剛才那個 就是Local Module 這個就是Local Module 即是Local 給回路徑 那就去到一個Folder 就可以了 搞清楚 去到一個Folder 其實你不刷 這個Folder 都可以 它會照數 那你就會填 剛才說到 Input 一定會入 然後 然後這裡也是Variable 這個層面 這個Main 也是有Variable 但這個Variable 這次應該 我會在這裡 做一個Output 就是這裡也想有一個Output 就是Main 也想有一個Output 有一個Main 有入有出的 因為層層都是這樣玩的 你去到Main 這層都是這樣玩的 我們又做了一個Folder Tilder 這個位置做一個Output 這裡就有一個Output 即是這裡有一個Output 就說 其實我也想過Teshout Form 用Output出來 給Bucket 那邊的Bucket 就是ReferModule 這個名字 接著是Bucket 那是怎樣來的 就是Main 就是Module 這個名字 這是什麼 還有一節 還有一個Bucket Bucket 其實是來自這個Output 這個Bucket 一層層的下去 很容易寫 很容易明白 Teshout Form 就是 少少Programming 的能力 你就應該可以寫得到 不過當然會遇到 你不知道 什麼Bucket 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寫什麼 那 我現在做了Variable 這次我訂了Variable 這次我訂了Variable 去到這裡 我做了新的File 叫Variable Variable 就是這裡 剛才說的 有些東西要進入 進入 就是這樣 其實這裡就用預設 就是我剛才說的問題 通常不會這樣 通常會用Variable 但由於現在是Demonstration 的關係 就是那些 projectID 就是這樣 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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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你的Cowsell就是那個 其實是有個Command炒出來的 不然是粉絲看啦,是他啦 懶惰啦 那我把名字清掉了 然後就要定一個名字不要炒 那又是用Project名字去玩 那九成都不炒 那你現在在這層Command上 你現在在Tachaporkinit 可以嗎? 哎呀 先移植一下 因為我殺了旁邊的Refresher, 它會被關掉 List 殺對聖 那就可以看到, Main Output Wearable 在這個LV,init 那些Hidden Files會在這裏, 拔著Provider 如果List LA, 就會看到Tetraform Folder 就是這些,那些東西在裡面 接著就可以Apply 接著就是Yes 那會整個Bucket, 但整個Bucket就什麼都沒有 Bucket很快 接著我們可以Cd 進去Tilder croll一個網頁下載 然後下載一個Index,一個Error 接著我們就吸進去Bucket 吸上去 那就可以有個網站 但其實這些動作呢 Bucket名的Buck了 Buck了 Buck了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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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站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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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名字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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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不打換那節也可以 但是要回北劇名 北劇名就是這個Project Copy了 中間那節就是這樣 應該可以看到東西 搞定, nothing to see here OK 先去找到 不知道那些東西是否這個樣子 我都懷疑了, nothing to see here 看吧,Index 會看到 真的 nothing to see here 那便可以了 搞定了 搞定了,鏟子 這個練習也要解除了 不過大部分Project 夠用了 因為這些已經是很夠用的東西 某程度上是simple is beautiful 簡簡單單做到 不過在Programming角度來說 玩得不太厲害 因為這些真的沒有 simple scripting 那就是這樣 那LAP就完成了 然後便可以 然後便可以 結尾了 這個LAP Submit 三顆星 那點很快 因為鏟子很快 鏟子很快 鏟子很快 那 其實可以做了一些事情 因為剛才 鏟子太快 我剛才說 最終的步驟 可以自動做完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有一個No resources 可以幫你行 command 通常我這些事情 可以用No resources 去做 包住了兩個 最後兩句 command 包住它在module裡面 然後就有一個resource 就叫No resources No resources 靠上面沒有的東西 No就是沒有的東西 沒有的資源 通常是包住的動作 動作就是 下載到剛才的file 搶進去bucket 那便會有全自動 有那個website OK 但這就沒有說 那就算了 那我們做完那個LAP 可以關掉它 那我們搞定